中文童话 海地 这是关于一个名叫海地的瑞士女孤儿的故事 她五岁了 海地在她只有三岁的时候失去了她的父母 之后她由她的姨妈蒂塔抚养长大 但是蒂塔姨妈在法兰克福找到了一份工作 于是她决定把这个小姑娘送到她住在山坡上的爷爷那里照顾 蒂塔姨妈 我不想住在这里 请不要离开我 这是为了你好 我的孩子 海地非常难过 但是她欣然接受了与脾气古怪的爷爷一起开始在山上生活 她爱上了自然晚霞和珍奇的动植物 她养了一只山羊做宠物 每天和她一起玩 啊 我的宝贝 快过来 到了晚上 她睡在草垛山 看着夜空中闪闪的星星 她开始享受身边大自然的所有美好 过了几天 她交了一个朋友 皮特 一个七岁的男孩 她和她的妈妈 还有看不见的奶奶 就住在附近的农舍 快来海地 我们一起去牧场玩吧 皮特 等我一下 海地每天非常高兴地与皮特 还有山羊一起去牧场玩 她回来以后 就和皮特的奶奶在一起 或者和她爷爷一起做家务 很快 她的爷爷变得非常宠爱 并且舍不得海地 她不愿意把海地送到学校去 因为她跟住在山下多福利村的人们 发生过争执 人们叫她老顽固 海地 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 哦 我爱你爷爷 他们平静地生活着 直到有一天 滴塔姨妈突然出现 滴塔把海地带到了法兰克福 与一个十岁的瘸脚女孩 克拉拉作伴 她只能依靠轮椅行走 到达克拉拉家以后 海地惊奇地发现 所有人都听从管家 罗登梅尔夫人的命令 她看到克拉拉有很多的玩具 她的衣柜里全都是美丽的衣服 她很快融入了这里 开始享受与克拉拉为一伴的日子 慢慢地所有人都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女孩 克拉拉还有她的爸爸和奶奶 都非常喜欢这个瑞士小女孩 但是女管家罗登梅尔夫人不喜欢海地 因为她穿着邋遢的衣服 没有文化 也不懂大户人家的礼节 罗登梅尔夫人觉得海地非常顽品 你应该学着听话一些 对不起 罗登梅尔夫人 时光飞逝 海地越来越想家 克拉拉的奶奶看到海地很不高兴 于是跟迪特谈起海地 但是迪特姨妈很自私 奶奶尽力让迪特带海地回家 但是没有成功 奶奶 我在这里过得不好 请把我送回家吧 我想爷爷和皮特了 海地 我亲爱的孩子 你应该祈祷上帝帮助你 虽然海地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他感觉像困在笼子里 他很是不开心 觉得孤独 他对一切开始不感兴趣 在他内心深处 他希望回到爷爷 皮特身边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回去 这影响了他的健康 他晚上开始梦游 一天 海地打开了正门 想象着回到了他的家 皮特 爷爷 我回来了 奶奶看到这一幕非常难过 克拉拉的医生 克拉森坚持认为 海地应该回家 与爷爷在一起 海地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奶奶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 和爷爷还有皮特在一起 哦 我爱你奶奶 你真好 我要跟所有的人告别 克拉拉 我该走了 再见了 请来山上找我玩 我会带你去很多的地方玩 别走海地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们的 尤其是奶奶和克拉拉 他邀请克拉拉到山上的家里做客 当他回到家 他高兴地跑了起来 爷爷 我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啊 我淘气的小姑娘 哦 我亲爱的海地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 宝贝 爷爷再次见到了海地回到了山上 他们高兴地团聚了 海地 海地 也见到了皮特 皮特 你看 我回来了 海地 我们都很想你 你知道吗 我交了一个新朋友 克拉拉 我住在他家 跟他一起玩 海地 海地跟皮特 还有他奶奶 讲了自己的故事 他更热爱这片牧场了 过了几个月 克拉拉决定给海地一个惊喜 他决定去跟海地一起住上一个月 克拉拉坐着轮椅被抬到了山上 还有他的朋友们 看哪 海地 是谁来看你了 是谁啊 爷爷 海地 是我 克拉拉 听到他的名字以后 他喜出望外 好久不见 见到你真高兴 克拉拉 见到海地 非常开心 每天早上 他都会早早起床 陪克拉拉 一起玩 他带着克拉拉 去看绿色的草地 美丽的晚霞 听可爱的鸟鸣 克拉拉 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 你现在喜欢山上的生活吗 我很喜欢这里的一切 海地 谢谢你做的一切 但是 皮特非常妒忌克拉拉 他认为 克拉拉 夺走了他最好的朋友 一天 皮特看到克拉拉 与海地一起 坐在草地上 开心地笑着 克拉拉 你等着瞧 我要把你的轮椅藏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回去 然后离我的海地远一点了 愤怒的皮特 偷偷地拿走了他的轮椅 然后推下了山 然后轮椅摔坏了 哦天哪 我刚刚做了什么 克拉拉和海地玩完以后 他们发现轮椅不见了 克拉拉感觉很无助 海地 我的轮椅呢 我很担心 海地开始四处寻找轮椅 但是没有找到 我找不到 克拉拉 我就叫爷爷来 海地跑回去找人帮忙 在路上碰到了皮特 皮特 克拉拉需要帮助 快来 让我们来帮他回家吧 来吧 克拉拉 走这边 别担心 你会没事的 克拉拉奇迹般地 在皮特和海地的帮助下 走了几步 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 皮特吃惊地看着克拉拉 走回了家 克拉拉的家人 看到克拉拉又能走了 都非常的高兴 爸爸 妈妈 我又能走路了 我真开心 我们都为你开心 我的孩子 皮特感觉很内疚 他哭了起来 发生什么了 皮特 你为什么哭呢 我把克拉拉的轮椅 推下了山 因为我觉得是克拉拉 让海地冷落了我 皮特 我们原谅你了 克拉拉的奶奶 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知道皮特感到内疚 所以她不仅没有惩罚她 反而决定奖励她 过来小男孩 拿着这个 别不好意思 克拉拉一家 送给海地和皮特的奶奶 很多礼物 来让他们的生活 过得好一点 他们答应海地的爷爷 会在她去世以后 好好照顾海地 故事的最后 海地和奶奶一起 感谢上帝 为他们带来的 美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